一掌扬绕到鬼魂的脑袋后面 一眼就看到了天灵盖的位置 开了个洞 顿时明白了 被人灌入了铅光 搅拌脑浆似的 脑浆掺入了铅光 就是这个样子 眼珠子都烧化了 四宝说道 你这么确定 这是一种酷刑 叫做活胶汁 把人天灵盖打开 把滚着的铅拱浇进脑袋 人瞬间会死 但在铅拱的作用下 人的灵魂会被禁锢在体内 成为活死人 感受着自己的脑筋 一点点融化 从眼睛里流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体内会不断地产生怨气 之后再用法术封印住人的天魂 将神识打散 鬼魂就成了一个怨气综合体 没有任何的思维理智 只要进入事业范围内的 都会被当作残害自己的凶手 死缠烂打 所以适合用来守灵 四宝脑补了一下那种死法 只觉得自己贴灵盖发马 摇了头 叶晓阳说 书上说 用活胶之人将人处死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制造这种冤鬼 来供自己驱逝 或者守护某地 二是千拱活胶 融化的脑浆 可以用来进行某些巫术 是非常难得的材料 四宝嘴角抽等 光是想到就觉得恶心 你是从什么书上看到这些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毛山的书 叫做 冤鬼长阴大全 大全 听上去好像是书摊上的盗版读物啊 我师父写的 以他的水平啊 你觉得取得好香样的名字吗 四宝无语了 再看地上那个呲牙咧嘴的鬼魂 顿时有些不忍 刚要做法超度 突然一柄桃木剑 刺在了鬼魂的喉咙上 此次冒烟 鬼魂拼命挣扎 魂魄立即化去 成为了惊魄 两人大惊 转头看去 四宫道人面目猙獰 将陶木剑收起来 冷冷道 赶上爷的身 连胳膊都给我弄脱臼了 该杀 叶朝阳面色一变 起身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怒道 找死啊 四宫道人被他的反应下了一条 你怒道 叶长讲 我 我杀个厉鬼怎么了 人家也不想当厉鬼 也是被人所害 再说 都失去反抗了 你干嘛要杀了他 叶朝阳当下就要发作 四宝从后面一把抱住他 在耳边说道 别别别 叶朝阳立刻懂了他的意思 枪忍着怒火 众子昆道人冷冷说道 你要是想让我保护你 就别再擅作主张 不然 你赶紧给我滚蛋 子昆道人心中愤怒 但不敢发作 拍着笑做出保证 叶朝阳这才松开他 看上去刚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 他已经动了杀机 只是强迫自己忍下来 时候未到 少阳 你看 听见四宝的声音 叶朝阳转头看见 那只冤鬼所化的精魄 顺着台阶一直往前走 直到手电光照不到的地方 不用任何提示 叶朝阳立刻意识到了 所有问题的所在 当场失色 怎么可能 精魄五年 没有任何神史灵指 贵于阴司 冥冥之中 有一种力量 能够将其吸引过去 在人间的精魄 就算没有人做法帮助 一般最多 也只能飘出去十几二十米 就会渗入虚空 在人间就看不见了 可眼前这个精魄 怎么会一直往下飞 难道说 古墓下面 有什么力量能够吸引精魄 两人对视了一眼 急忙动身追赶 顺着台阶一路向下 用手电光余光照着精魄 更是吃惊地发现 这些精魄 居然还顺着台阶的走向 盘旋而下 更是让叶少阳二人 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一直追下去 却被一道石门挡住了 精魄自然不受阻止 从石门的缝隙里揣了过去 叶少阳和四宝被拦住了 上前推了一下石门 闻丝不动 叶少阳反应急快 回头喊道 军师 林三生也是鬼 穿墙不在华下 回头看到紫坤道人 哼哼唧唧地赶了过来 忙问他看到林三生没有 没有啊 好像之前就没看到林爷了 四宝一听 惊道 不对啊 好像之前就没看到他了 叶少阳争住了 回忆了一下遇到那冤鬼的过程 如果林三生当时在旁边 不可能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可是他去哪儿了呢 就算是有什么急事 也不至于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吧 这里是传说中地势天的古墓 叶少阳惊出了一身冷汗 四宝说道 怎么办 叶少阳也不知道 林三生不是自己的鬼仆 他也不知道该上哪找去 正在惶惑之际 身后一道人影最远处飘来 正是林三生 两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你干什么去了 叶少阳问他 林三生什么也没说 指着指身后 三人回头望去 只见白茫茫的一堆人影飘来 光照过去 能够穿身而过 自然是鬼 林三生说 我只见的 就是看到插洞里面的鬼影 来不及打招呼 就追着过去 一路追下去 深处有一个小型的鬼穴 这几位都在里头呢 我一个不好收拾 就都能回来了 叶少阳看了一眼紫坤道人 你别待着看吧 要是再敢乱来 你就滚蛋 紫坤道人也不敢搭话 叶少阳和四宝一起上前对付 这些厉鬼修为都不弱 接近厉鬼的实力 不过 在这二位手里 自然不是猜 几个回合下来 就被擒住了 一共六个 被打出鬼身之后 全部跟之前那个一样 脑袋有些窟窿 两眼流绿水 这些鬼魂天魂被封 神识被躲 从他们身上 根本问不出什么 于是超度了 一星人来到了 祖党的那扇石门前 叶少阳正在讲述着 刚才发生的事 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 隔着石门传来 声音有些尖锐 似乎是什么东西 在门上滑动 很不规则 三人听了一会儿 紫坤道人 变色说道 听着好像 是指甲 叶少阳眼前 立刻出现了这一幅画面 一个人趴在石门后面 一只手在石门上 轻轻地滑了着 能在石门上 弄出声音的 多半是僵尸 古墓有僵尸 倒也不足为惯 关键是自己 一行人还没进门 没有生气进去 僵尸怎么就 自己动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